这个是非常特别的技术,是在伦敦大学那边研发出来的。 它是高速、努力、努力的测试。 这就是一月或两个月。 你看看之前,它有印度是一个非常高粗的,也不需要那么辛苦的一个仪器。 那这个是为了大家不需要那么辛苦做运动。 那也是针对身体的一个看随狼的系统。 那也是针对身体的一个看随狼的系统。 那这个发明呢,其实原先呢,就是从那个 Dr. Jerry呢,他开始了。 他是头一个研发我们新装的起泊器的一个研发者。 那他超过30年的研发,就把这个技术来研发出来。 那大家看到有好多医生呢,他正在也是用我们的那个技术套在他们的资料里面的。 这个是唯一的技术啊。 在市场上可以减去我们的内传的脂肪。 包括是脂肪肝啊。我们血管的脂肪等等的。 这个是一个视频。 这是London universe technology sends the signal to the motor nerve. 这个是伦敦大学。 The motor nerve is the signal of exercise. The motor nerve expands to what are the motor nerves around it. 这个是关于运动的那个神经的。 And as you can see, all these motor nerves becomes waves of motor nerves, but eventually will have to reach the brain. 那个神经的运动神经其实有好多不同的波幅。 The brain responds by secretive hormones,thyroid hormones and growth hormones and other hormones. The insulin signals enter the cells. 新西来就可以导进去我们的那个运动神经线。 它会运动神经线像呢,可以导出我们的脑袋。 那脑袋告诉我们的身体正在做运动的。 And you can see the cells shrinking all the contents, create the energy that basically builds the muscle. And it also makes your health much more enhanced. 那你可以看到那个细胞正在这个活动。 就是因为那个信号告诉我们的细胞正在运动。 那从于呢就燃烧那个脂肪的。 These are the certificates,FDA clearance, the good manufacturing,ISO and the C-Mark. That's the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for C-Mark.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安全认证是国际的。 那除了有FDA呢,还有了那个欧盟的认证。 那怎么开始呢? This started with the PaceMaker. PaceMaker is the first signaling technology instrument. 那怎么样开始呢? 那开始就是在伦敦大学研发那个新传奇博器开始的。 那这个大家有看到它有拿到洛贝尔讲的。 那这个就是其中的洛贝尔讲的不同的联份的那个发布。 那我们怎么样回复我们的联青呢?通过这个信号的技术。 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把那个熟的鸡蛋变成生的呢? 那个答案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通过信号的技术,把我们的蛋白质再去做一个变化,就变成可以抗衰老的。 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技术可以帮助癌症的病人的。 那2018年呢,我们也看到洛贝尔讲的得主了,他们也是用信号这个概念去治疗癌症的。 什麼可以做呢 基本上,它減少肥脂肪, 它減少肥脂肪, 它減少肥脂肪, 它減少你的性格, 因為它減少肥脂肪, 它減少肥脂肪, 因為減少肥脂肪 這個訊號有什麼好處呢? 它有三個很大的重點 那一個就是它可以減去你的脂肪, 那這個脂肪是包括我們內臟的脂肪, 那還有什麼呢?它可以排毒, 排毒以外它可以增加我們學意情緩, 那還有第三個是什麼呢? 它可以增加我們性的能力, 還有就是減少我們覺得飢餓感。 那內臟如果有脂肪的話, 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特別是那個心狀啊,肝狀啊, 都會影響大家的健康的。 那在市場上其實是沒有任何的儀器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當你是40歲或是以上的話, 你在做運動的, 教授說你不能好像這個這樣, 會變成那個這樣,為什麼呢? 你會看到這個人, 這個人在這裡有肌肉, 你會看到, 肌肉是在上面的肌肉。 而且可以看到第二個圖片呢, 那個人他雖然他表面是有肌肉的, 其實他裡面還是有脂肪, 還是會影響身體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運動的一定是很困難, 運動的很困難, 讓肌肉的發展, 你會開始增加你的脂肪, 你不會失去脂肪, 你會失去脂肪, 你會失去脂肪。 所以你用運動, 你會失去一點點力, 然後當你運動太多, 你需要做到脂肪, 讓你脂肪, 然後你會開始增加力量, 所以, 是難以後的。 那教授就說了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自己做運動的時候為什麼會越做越胖呢 就是因為它在運動的時間 它影響了鶴蠻 它也會刺激了你的乳酸的分泌 也是對身體不好的 但是我們的技術就不會有過度運動的問題了 在倫敦的大學研發 我們最近在香港做了另一個研究研究研究 我們發現是增加了健康 它不會再加壓體重 我們在香港最近做一個 市場的那個 盈船實驗呢 我們就發覺 99.99%的參與者 他們在做我們的儀器的時候 它有一個非常好的結果 除了它的膽固醇 那些調遞以外 它還不會有任何的不舒服炎症 刺激它其它的那個身體問題的 在前面的研究 我們又發現 增加了健康 增加了DHA 那是肥膜 幫助肥膜 和脂肪酸 增加了重新的效果 那新陳大學也是增加了 那而且呢 它也是把膽固醇降低了好多非常明顯的結果 非常明顯的結果 那在此刻 公正的那個檢查了 我們發現它的內部的脂肪啊 它做了我們療程以後呢 你看到有很大的分別 那那個內磚脂肪呢 它從4.3% 就減去0.5%了 我們也發現 重新增加了肌肉的重新增加 重新增加 重新增加的重新增加 那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除了我們的脂肪可以消耗了以後 那麼我們肌肉也是會增加的 所以你會膜 女生會肩膜 男生會肩膜 男生會肩膜 男生可以有6個肩膜 那女生的線條就變美了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做之前之后的分别 这个是一个糖尿病的病人他做这个仪器的 大家看到他连脂肪肝也从油变成没有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糖尿病病人的治疗之前之后 他明显除了脂肪他减去以后 他的糖尿病也是恢复了恢复正常的水平 那这个是第一个疗程 做一次的效果 这一次就是发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 就看到那个 等一下我看到他的腹肌已经出来了 这个是两次的表情 那你看到他的肚腩有提升了 紧致了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如果我们的毒素是有增加的话 其实他会影响我们的性的生活的 就是在想还有一些脂肪的肚脂肪 所以脂肪比较增加如果我们有毒素的话 其实会影响我们的荷尔蒙的 那当我们的荷尔蒙不平衡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会增加我们的肥半的风险啊 如果我们有毒素的话 其实会影响我们的荷尔蒙的 那当我们荷尔蒙不平衡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会增加我们的肥半的风险啊 那就是我們要面對的 當然剛才博士都說過 如果賀膜不平衡 我們會感到飢餓 我們餓的時候就會多吃 多吃了以後 體重就會增加 增加以後我們就讀數 那這個是一個惡性的情懷 我們可以給你一個解釋 這個技術會分析白血核的細胞 會激化你很嚴重的方式 像沒有其他技術可以做的 這是一個研究在血液 我們可以看到血液前後 血液後會分析 這就是人生100年 這就是人生50年 那我們的技術就可以解決 剛才說到的問題了 這個是在檢視鏡上面看到 我們的血的濃度 那我們的技術就可以 把它的新陳代謝率增加了 那針對那個淋巴上的問題 我們也看到了 它做一次就可以看到 明顯的效果了 這個排毒的效果 那還有一個我們臨場的結果 在倫敦大學發掘了 就是我們這裡可以解決那個失禁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剛才說了我們那個技術可以解決失禁的問題 那其實呢如果年長的一些女性 其實她對她的新的生活 會慢慢地下降的 那這個技術就可以幫助她 那如果女性的荷爾蒙呢 它下降的話它會影響什麼呢 就在她心絕的時候 它會流血 甚至是有一些不舒服的 炭熱的感覺 是因為它引渡的加厚了 那個年輕的跟年長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分別 那也有機會來增加它有細菌的問題 有很多技術的技術在中國和世界各地的技術 雷射、電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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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 但是這些技術是男人 但不是女人 因為他們並不增加感受 其實是減少的感受 這個技術的技術是增加感受 和男人和女人的滿足 我們在市場上其實都有好多 有很多關於收音 或是把印度緊緻的技術 從手術 到雷射都有 不過它不能夠改善女性對於印度的敏感度 這是我們唯一可以把女性的印度的敏感度提升 然後也可以讓男性的感覺也是提升的 基本上,所有的歷史學家人都會有麻煩 看到所有東西都在這裡 都是寶貝 Vine俠功夫 而且會把肌肉增移失泛 更熱雖然 所以就像一个年轻的人 你再回到时间,就像一个年轻的人 我们的技术如果做了那个疗程 其实我们就发觉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男性跟女性它的敏感度是提升的 而且女性的那个硬度会变成年轻好多的 谢谢大家